天后张卫妹28日出席公司未鸦 出手超级大方 准备了超过百万台币的红包 靠上艺人和员工让每人都有奖 为了迎接新的一年 美姐更亲手写了近百张的春联 美姐在网络上分享写毛笔的动态 超认真的模样也让网友大赞 自写的好美哦 也太会写了吧 而经纪人陈正川也说 张卫妹一直有写春联的习惯 今年更是写了近百张 天后今年特别修身养性 除此之外 阿妹也十分在乎 如何和大家开心吃尾鸦 还额外准备了礼物要送 只说红包金额 向来不是她的重点 也再次看出美姐对员工 及后辈都超用心的 非凡娱乐这里报道